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这一节的国语新闻 就一开始先来看到雪岁开通后带来交通便利 但却也出现塞车问题 高工局每周日实施国道5号的高承载管制 时间是从下午3点到晚上8点 而最近却传出高工局有意将管制时间提前到中午12点 对此县长林聪贤表示 这种做法根本就是治标不治本 高工局为了疏解假日时雪山隧道的车流 正在演绎将现行的扎到高承载管制时间 由下午3点提前到中午12点 对此县长林聪贤表示 延长高承载管制时间除了会拖长拥塞时间之外 还会增加地方政府的勤务负担 并无法解决雪岁塞车问题 根本是治标不治本 郭工丘要对雪山隧道的评论 是说交通这些 前方是会拖车这个部分 他们还要用沿灯杂道移控管 关制流量这个部分 我觉得这个部分要是治标不治本 如果说高工局它只是管制车流 没有让它在高速公路上面的流量 我觉得那个只是延长 我们现在的经验它只是延长 延长我们在拥塞 而且增加我们地方在这种勤务负担的压力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还会继续来跟高工局来做协调 县长也建议交通部应该整合铁路及国道客运的大众运输计划 并搭配台北市新北市与宜兰县等地方政府的公共运输服务 才能标本监制有效疏解雪碎交通 我想在交通部应该来整合我们的国道客运跟我们的铁道运输 要把相关的这种大众运输的计划都一并整合进来 那这样的话配合我们两地包括台北市跟新北市跟宜兰 我们在这个地方政府在整体的运输公共服务的部分 能够做更好的整合这样的话才能够标本监制 宜兰顺旧来复兴 我们可以在这里看这个地方 就是镇造型的一个地方 我们现在在这里面 我们在这里面 是红BLE